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四十三集 现在是不是可以做事了 男人撕磨着他的唇绊 宋清晨倒抽一口凉气 抓住他的身体 他 季正廷眉心一跳 你还没买 我买 宋清晨满脸的不可思议 难道我买 季正廷黑着脸 又不是他自己非要用 他才不要去买 再说了 他哪有时间去买那东西 你用的东西当然是你自己买 宋清晨理直气壮 难道还要他一个女孩子去买那种东西啊 多难为情 我没有要用 我没有要用 那就别做了 看谁厉害 某人 似乎是什么样子 似乎只有妥协的份 似乎只有妥协的份了 掀开被子下床 从地上捡起睡袍 沉步走 沉步走出了房间 宋清晨躲在被子里脱笑 换做以前 他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 堂堂禁玉系男神纪大总裁 居然会为了那种事 大晚上的 跑出去买避孕套 如果纪正廷带我回来 看到他已经睡得跟头小猪一样 纪正廷会是什么样子 肯定会气到爆炸吧 想到这里 宋清晨闭上眼睛 就准备睡了 今晚 要好好折磨一下纪先生 可是 咔的一声 房门没一会儿 就又被推开了 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 宋清晨是背对着门口 所以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以为是进了小偷 直到那股熟悉的味道靠近过来 宋清晨才舒了口气 某人 不会是半路又放弃了吧 宋清晨转过身来 调侃他 这么快啊 九天自备 纪正廷的手里 多了一个彩色的盒子 宋清晨大眼睛眨了眨 彻底懵了 接下来 谁折磨谁 就不好说了 男人压下来的时候 宋清晨打了个机灵 逃为上策 但是一张床就两米宽 怎么逃都逃不过男人的魔掌 外加大长腿 吉正廷 你不准过多 上次被他要了不知道多少次 害得他几天都走不好路 不会 一盒只有三只 三个他还嫌少 要知道 他每次至少一小时以上好不好 所以 他今晚想睡个好觉 是没可能了 第二天 宋清晨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 从窗帘中的一道缝隙中 看到了外面灿烂明媚的阳光 他猜 现在至少已经十点了 甚至 还可能更晚 昨晚 吉正廷那个家伙 真的是太没节制了 给他一小时一次 真的是太低估他了 整整折腾了他五个小时 还是他求饶 吉正廷才可放过他 这家伙实在是太疯狂了 肯定是之前憋得太久了 这会儿被放纵出来 就完全没节制了 可这些 完全不是他的错呀 现在全部发泄在他这里 感觉好无辜啊 宋清晨试着动了动身子 那股全身酸软的感觉袭来 然后宋清晨发现 这种感觉 他好像已经开始习惯了 至少 有过上次的经历 这次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或许 这种心理准备 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后知后觉发现 身边的男人 已经不在了 空出来的位置上 连他的体温都散去了 所以 他早就起了 今天是周末 季正廷 应该不会把他一个人 丢在这里吧 宋清晨下床 从地上捡起睡泡套上 镜子去了卫生间洗漱 在洗脸池前 一眼就从镜子中看到 自己脖子上和胸口上的 暧昧痕迹 这个季正廷 又给他种草莓 宋清晨 气呼呼地对着镜子里哼鼻子 看来 这几天 又不能回家了 洗漱好出来后 宋清晨 便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食物香 宋清晨 以为自己饿坏了 产生了错觉 然后又嗅了嗅鼻子 不对 外面好像有什么声音 宋清晨从房间里走出来 那股好闻的食物香 更加明显了 他像个小蚕猫一样 顺着味道找了过去 然后 就来到了最左边的厨房 季正廷正站在无火的灶台前 煎着鸡蛋和培根 旁边的榨汁机里榨着果汁 面包机里还有吐司正在加热中 所以 季先生 这是在为他做爱心早餐 现在 好像应该是爱心午餐了吧 季正廷下厨的样子 和平时商场上 叱咤风云的他 截然不同 却又找不到一丝违和点 季正廷做什么都很专注 等注意到宋清晨的时候 他已经靠在门口 站了有一会儿了 哪怕就是这样 看着季正廷做事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去外面等着 季正廷落在宋清晨身上的目光 柔和地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溺进去 宋清晨没作声 也没有听他的话 而是走进来 从季正廷的身后将他抱住 小脸贴在他背上 闭上眼 享受着这份安逸和满足 如果 时间能就这样停留在这里 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 季正廷扬了扬唇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 令他自己都震惊的念头 他想暂时将事业放下 为了他 去寻求一份 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 就像现在这样 可以想睡到什么时候 就睡到什么时候 然后 为他做一份简单的早餐 陪他做开心的事 牵着他 漫步在夕阳的余晖下 那样的日子 一定很美好 五分钟后 美味的早餐上桌 宋清晨帮着拿筷子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尝尝 季先生的厨艺了 宋清晨先尝了一下煎蛋 味道还不错 而且 还是他最爱的糖心蛋 季正廷端着热牛奶 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 小馋猫在偷吃了 心里虽然是很满意 但却还是唬着脸开口 坐下来吃 宋清晨乖乖地坐下来 接过他递来的牛奶 喝了一口 继续拿了片吐司 抹上花参酱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某人坐在对面 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 好歹也辛苦了一早上 他连点表示都没有 反而还自己吃得狼吞虎咽 小东西 还真是没良心